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白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大尺度女童题材 卖肉电影《她传之下》 电影伴随着一段喘息声开始了 一开始就植入主题一段床戏 这里的金发妹就是我们的女T 金发妹和女票一段毫无感觉的床戏之后就结束了关系 下一幕就是她在屋顶修房子 这里迎来了我们第二个女主,黑发妹 然后这里来了一个笑话 女人为什么挨屋顶工,因为她们善房事 我们就管金发T叫房事女吧 黑发妹回到家中和她的老公开始啪啪啪 我们这里叫她绿帽男 你知道她老婆是女主,她就注定戴绿帽了 然而老公发现黑发妹给自己的手上涂了红色的指甲油 就不啪啪啪了 看到这里我也是很费解 有女票的人就是任性啊 然而黑发妹和她的老公已经订婚了 老公去出差几天 黑发妹就和小伙伴们去了女童酒吧玩乐 在这里遇到了之前在房顶见过的房事女 房事女失恋来到酒吧撩妹 两个人一见钟情相互吸引在厕所勾搭 黑发妹用暂存的一丝理智先拒绝了一下 然后就是一阵乱七八糟 两个人就亲到一起去了 还是蛇吻的那一种 嗯大概这就是爱情吧 爱情是见面后第二次就亲亲 爱情是在订婚之后和小伙伴来到女童酒吧找刺激 爱情是订婚之后还给别人亲近吧 什么他妈的爱情不爱情的 这绿帽男的称呼可以说是贯穿全篇 当然就在黑发妹意识到事情不对的时候就逃回家了 来到第二天早上 房事女起来的时候 床上还有另一个女生 不是黑发妹不是前女友是酒吧的服务员 这个世界就是汗的汗死烙的烙死吧 房事女又来到黑发妹家对面修屋顶 黑发妹从窗户里看到了房事女 开始在浴缸自卫 之后当然就是两个人迅速的勾搭上了 这狼友情切有意的 酒吧运回家调情 小巷子里干柴烈火碰到人 转站庭院房事女的家里 从天亮到天黑三天三夜 这里我就不详说了 这个就要大家自己去看了 可谓是经风欲露一相逢 便盛去人间无数 两个人上床之后做什么 当然是聊感情 聊童年阴影啦 去看海一起去做浪漫的事 互俗中常 感情持续升温 从单纯的肉体关系 向更深层次的肉与灵的结合方向转变 然后再滚床单 两位主角在这里都是全落 可以说福利是非常好了 看的时候不像电影了 有直接看片的感觉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绿帽男触差要结束回家了 黑发妹和房事女依依不舍 想在分开之前打最后一炮 然而不幸的是 俩人没控制好时间 绿帽男又早了一点到家 玩火玩出事了 俩人在黑发妹家被绿帽男堵个正着 嗯 气氛十分尴尬 俩人就这样暂时分开了 绿帽男还是原调了黑发妹 只要黑发妹去结束这段关系 这里他们还亲了 绿帽男的帽子可以说是非常绿了 之后就是房事女伤心欲绝 开始了与各种各样女人乱混的私生活 而黑发妹这边 她以为和绿帽男还能回到过去 回到正轨 却发现在一起做爱做的运动时候 困难重重 自己没了感觉 故事的最后当然是斗斗转转 两个人在一起了 看完这个电影我明白了 只要你长得帅 你就有数不清的妹子 可以一起做运动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